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之前彭于燕一直在锻炼身材 后面就没练了 江文导演让他重新再练一下 彭于燕便去成家班训练了 每天三练 吃完早饭就练 这就是讲究 电影中不乏有主角之间的动作对手戏 一个敬业的演员 一个合格的导演 都会针刀针枪的上阵 邪不压正 主厨们自然也是如此 为了表现打击感 很重的打击力都不过关 值得演员脖子大倒受不了 江文才勉强过了 彭于燕采访不仅仅是两番 彭于燕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之前彭于燕一直在锻炼身材 后面就没练了 江文导演让他重新再练一下 彭于燕便去成家班训练了 每天三练 吃完早饭就练 彭于燕锻炼为了拍戏 彭于燕甚至还经常遭受撞击 邪不压正 举到整体来说 邪不压正绝不算完美 但也绝不是抗日闹剧 当中很多有深意的台词和人物动机 值得挖掘 对于江文的电影 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故事完成度上 其中值得完美深思的东西很多 这就是一千个看官 一千个看法了